同志们今天咱闹的这个故事啊 是个草典过多的大冤案 主人物呢名叫凯瑟琳·弗尔比格 203年呢因为连续杀害轻生的四个娃 被判了40年的监禁 大家都叫她澳洲最变态的女杀手 但这个案子呢居然在今年的6月5号 也就是前几天有了今天的反转 蹲了20年监狱 凯瑟琳被无罪释放了 所以这个冤案到底是咋回事呢 还得从凯瑟琳坎坷的童年说起 1967年凯瑟琳在悉尼出生 童年过得特别惨 不到两岁啊 他的亲爹杀了亲妈 然后亲爹去坐牢了 他就成了孤儿 凯瑟琳后来被寄养家庭和福利院 反复的剃皮球 15岁的时候退学了 除了几个亲近的朋友之外 完全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因为童年过得太悲惨 所以他特别渴望家庭 20岁的时候就匆匆结了困 1989年当凯瑟琳生了大儿子 你知道儿子19天大的时候 睡梦中突然断了气 当时医生判断是婴儿床不安全 引起了窒息死亡 大儿子死之后 凯瑟琳就开始写日记 发泄情绪 1991年凯瑟琳成了第二胎 又是个儿子 结果吧 这个二胎八个月大的时候 突发癫痫 夫妻俩赶紧交了急救 儿子被救回来了 但是四个月之后 孩子还是癫痫发作死了 当时丈夫不在家 就说凯瑟琳在电话里头又哭又喊 说孩子又死了 1993年等凯瑟琳生了三胎 这次是个女儿 没以为人生终于翻篇了 结果这家人像中的诅咒一样 女儿十个月大的时候又没了 五年之后 凯瑟琳成了第四胎女儿 居然又在18个月大的时候去世了 四个娃全部都没有活过两岁 凯瑟琳的丈夫彻底闹翻了 丈夫直接把过错 全部归到了老婆身上 在那第四个娃去世之后 没几个月 就把凯瑟琳的日记交给了警方 说是老婆杀害了死性无肉 今天凯瑟琳的日记 到底写了些啥 其实很多都是她带娃遇到的烦心事 发牢索吐槽老公不帮忙 然后她出为人母就很恐惧 一些孩子们夭折之后 她很内疚等等 那这种是咋能成为犯罪指控的呢 决就决在 这个老公和检方都特别的抠字眼 就比如她在日记里边承认自己 有时候带娃脾气抱着 后来第四个娃夭折的时候 她又在日记里边写说 以前她闹的时候 我就想她闭嘴 说知道她现在永远不会出生 最关键她写了账的话 她说有其父必有其女 我必须得承认我是我爸的女儿 因为她爹杀了她妈妈 所以检方认为 四舍五入呢 她就是在承认自己也是杀人犯 而日记都是她杀人之后的负罪感 另外她在第二个孩子夭折之后 在日记里边纠结怎么减肥 检方就觉得她 没有一个年轻母亲 应该有个悲痛感 怎么会讨论减肥呢 就推测她是在情绪失控中 一次又一次的杀下了自己的孩子 除了检方认定凯瑟琳的日记 时代认罪之外 舆论也将凯瑟琳定性了 她的杀人犯父亲和悲惨的童年 成了民众主要的攻击点 而凯瑟琳的老公更是火上浇油 公开说她带娃的时候粗暴 经常大吼大叫 所以朋友们 这事其实压根就没有任何的实锤证据 唯独正儿八经的证据 也就是当时的官方试检报告 四个娃子直接死因都是窒息 且没有被闷死掐死的痕迹 凯瑟琳白口莫辨的一点就是 她全职带娃 没有负在场的证明 也就是说 其实她杀或者没杀 都没有实锤证据 凯瑟琳的自始至终都没有认过罪 她在庭上表示 四个娃子死不是任何人的错 包括这个没带娃 还举办的丈夫也没有错 她坚信了孩子是自然死亡的 但是没有人相信她的话 因为实在是太巧合了 四个娃都死了 大家迫切的想要她对孩子的死负责 而03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凯瑟琳因为谋杀罪 被判了40年的监禁 这下民众开心了 凯瑟琳的老公也在庭管欢呼 伸张正义 我松了一口气 凯瑟琳这一坐牢 就是20年 这20年里边 她一遍又一遍的说 自己没有杀过人 那相信凯瑟琳的 只有从小和她一起长大了 两位好朋友 两位好朋友为她奔走了多年 并在2015年 给新南威尔市州 州长写情爱信 要求重新复合四个娃的病理死因 2018年州长同意重启调查 这一调查查出了大问题 宜山学家在凯瑟琳两个女儿身上 发现了极为罕见的基因突变 最近几年一决限才发现的 这种基因缺陷 会导致因儿心理突变 又发心原性猝死 然后九位业界的知名学者 联合发声 认为凯瑟琳两个女儿 是属于自然的原因 但是因为凯瑟琳 另外两个儿子身上 没有查到这个基因突变 所以澳洲的检方维持原判 并且还是觉得 日记仍然是最有利的证据之一 一直到2021年 新的研究又发现 凯瑟琳的两个儿子身上 携带了另外两个 可能致命的基因突变 可以导致早发现癫痫致死 也就是说凯瑟琳的四个孩子 都有基因突变 不幸在太小的时候发病 才导致了悲剧 这些研究在学界 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90多名著名的科学家 联名向新南威尔士州州长 递交情愿书 要求释放凯瑟琳 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 都认为当年检方 先入为主给凯瑟琳定了罪 将他的日记里边 写的每一条负面情绪 都定义为杀人的证据 他们相信凯瑟琳 在孩子第一次死亡之后 已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所以会写一些健身 减肥的事来转移注意力 至于他为什么会在日记里边 提到杀人犯的父亲 也是因为他认为 父亲的罪孽 抱负到了自己的身上 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幸福 专家们还特别指出 每个人处理 亲人死亡的方式不同 不要动不动就又不够悲伤 进行攻击 这一点真的突然让我想到 最近遭受网报的 那个武汉妈妈 有根子攻击的点就是 他儿子去世 他过于冷静 2023年6月5号 法官终于宣判凯瑟琳 获得无条件赦免 终于洗去了他的冤居 接下来的凯瑟琳 可能会得到澳洲司法部门的撤罪 然后开始进行冤案的索赔 但对于失去双亲 失去死了孩子 被丈夫举报 拜拜入狱20年 被骂变态杀手母亲的凯瑟琳 来说新生活已经来得太晚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当时的检方 陪审团 丈夫 民众 简单粗暴地预设了 他的杀人